不都是应该是所谓的重武器 因为那个杀伤力特别的强大 是拿来对付人家的飞机啊 坦克啊这样子的一些器材 但偏偏有一个国家不一样 那个地方就是北韩啊 他们的领导人金正恩 有了这种大炮 不是拿来打坦克 是拿来打人的 之前讲出来有这个炮决之后 现在又有一个传闻啊 就是他们的那个武力部的部长 现任的武力部部长呢 又被金正恩一声令下给炮决了 他到底是犯了什么样的滔天大罪呢 对没错 雄威你知道吗 开会的时候爱顶嘴 然后爱打瞌睡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是什么 这个在台湾啊 如果是一个总编辑 再参加一个编采会议 爱打瞌睡爱顶嘴 最后老板把它换掉 在北韩呢 如果参加会议的时候呢 爱顶嘴又爱打瞌睡呢 直接就被你炮绝 炮绝啊 炮绝是北韩的人民武力部长哦 拿炮去打 玄永哲他是人民武力部长 相当于我国的国防部长 老是跟我唱反调 跟金正恩大将军唱反调 开会的唱反调 然后还打瞌嵌打瞌睡 直接把你砰掉了 而且这个炮绝你知道吗 那炮绝的炮弹打出去的时候 相当于24只机关枪 同时打在身上 那就是粉身碎骨 对一个国防部长这样做 没错 只是顶嘴 以后不要随便打 不要随便那个顶嘴 也不要随便打瞌睡 你知道吗 打瞌嵌的结果就这样子 那他为什么对他这个样子呢 事实上他把他拔着啊 把这个等于说 这个大官将选永哲 他把着是超乎所有世界 尤其是美国 跟南韩的军事情报专家 为什么呢 事实上这个人啊 名不见经传 2002年升了所谓的中将 那2010年的时候 跟金正恩一起升大将 他跟金正恩大将军 一起升大将哦 那是左右手的感觉哦 他一开始的时候 你想想看哦 2010年开始升大将嘛 这时候人家说 那他是谁啊 他为什么突然间 迈向权力的合金 之前都不太思道是这个 没有错到后来 2012年的时候 7月的时候变成 人民军的参谋总参谋长 那就是我们的参谋总长啊 没有错 他突然间就大举的起来了 然后呢开始呢 一直到 中间曾经被解释过一段时间了 到了2014年6月的时候呢 直接付出 而且直接当了所谓的人民武力部长 那就是变成了所谓的这个国防部长了嘛 掌握了整个大权啊 然后在这种状态下 他精力高高低低啦 为什么会到了4月30号突然间就整个人被炮决掉啊 他被逮捕三天啊 三天没有经过任何的审判 那一天呢 逮捕后的第三天呢 就直接把他找来广场 然后所有几百个这个高阶的将领啊 军官啊全部都集合 现场看他炮决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原来他的崛起是有一个时代背景 他的崛起呢 在五年多以前呢 在等于说金正恩的整个根基还没稳固的时候 他从哪里出生 他其实在中国跟朝鲜压力将半 有一个第八军团在那边经营很久了 他在那边经营了十几年 可他经营的有声有色 北韩不是经济不好吗 那个时候他的第八军团号称北韩 北朝鲜的第三经济 什么叫第三经济 很简单 炭籍啦 炭外汇 还是要赚钱啊 可以是赚一个两三亿的美元的这个外汇 赚进来 靠什么赚呢 靠卖海鲜赚 他大量的卖海鲜 这样也可以 你知道大陆人喜欢吃海鲜嘛 他大量的出口这个海鲜去给中国大陆 然后呢 还有这个无烟的煤也一样 几百万段几百万段卖给了这个中国 那赚取这个外汇 那这个人呢 因为他可能在那个地方久了 他知道说 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了以后赚了很多钱嘛 那我这样做 卖海鲜啊 卖无烟煤也赚了蛮多的钱嘛 而且这个钱会云云不断的供给上面嘛 对不对 那时候因为金正恩刚掌握了大权 你知道一件事 粮食 等于说粮食不够嘛 所以粮食比子弹重要 虽然他常常在关键的时候 故意给你发射个飞弹啊 发射个什么东西 但他其实自己心知肚明啊 有得吃军队才不会造反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 那时候因为他搞第三经济 搞得有声有色 所以不是拔着他 就把他玄泳者不断的拔着起来 然后他不断的在军方里面的公开演讲里面 强调改革开放的好处 不是比较开明的 比较开明派的 但问题是 他常常强调改革开明的结果就是 金正恩常常不是会有一些 很奇怪的一个 等于说行动啦 还是怎么样 这时候他对金正恩所讲的话 他会提出他的看法 当然他不是其实 不像魏正一样 直接赶在现场就顶撞他了 可问题是 他就不会完全按照金正恩 要东 你就全部都给他东 他会给他劝戒 会给他说一些什么东西的 然后一二再再二三 他认为自己认为 这是为了北朝鲜人跟军队好 结果对金正恩来讲就是 你也不奠定你自己是什么分量 我让你跟我同时升大将 然后还把你拔着到国防部长 你给我唱反调 终于被他打到个机会了 开会的时候打瞌睡 会打瞌睡 会打又会赚钱还要被炮 问题是你会顶嘴又会打瞌睡 打瞌睡打瞌睡 所以就逮到一个机会了 要再打瞌睡 砰抓起来 大不敬就直接把他给炮绝掉了